好,多謝大家今天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我們上次就開始講清代的學術精神 我們上次講過,清代的學術精神 其實是對反於宋明理學而來的 宋明理學,清代的學者就覺得 宋明理學的一種經常談心性的問題 就太過虛無飄渺了 所以他們著重實際客觀的學術功夫 所以清代學者就很著重考具訓股 那些很實際具體的學術功夫的問題 也講過清代學者這種精神 著重客觀研究的精神 就有點像西方的科學 不過始終清代學者也看不出西方的科學 但是我們再重新看回清代學者 他們要求對反於宋明理學而來的 其實他們就不是太了解宋明理學 或者說他們對宋明理學有個誤解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就因為看到宋明理學的沒流 看到宋明理學的沒流空談心性 所以他們就要反對他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不是從這個沒流去看 所以我們現在過了幾百年 我們再重新看回宋明理學的精神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宋明理學的精神 其實他們也很著重實際的實踐 亦都很著重實際的實踐 亦都很著重實際的實踐 亦不只是空談心性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亦都可以說 清代这种着重,实际实践的精神 其实都可以说是上接宋明理学的精神 由宋明理学的精神过来 不过清代学者他们自己就不会这样觉得 他们自己就要求另立门户 例如眼理学派,招秦带阵 他们这些说法 他们自己确实是要反对宋明理学 他们就是要反对宋明理学所说的那一套 理气心性哲学 就是反对宋明理学所说的那些心性的说法 又理又气又心又性 都说了一些不实际的东西 他们就是反对这些 这个清代的学者 他们会反对朱子一派 他们所说的理先气后的说法 反对他们由理生气的说法 这样我们知道宋明理学里面 有一个很著名的两派 即是陆王和朱子 他们反对朱子那一派 说理先气后的说法 但是他们也不是表示他们赞成陆王 他们同时也反对陆王那一派 因为陆王那一派说 吾心即宇宙 量知即天理 造化即精灵 这些这样的说法 又是很唯心 吾心即宇宙 这样的说法也可以 也反对这些这样的说法 这个 所以这个清代的学者认为 这两派 太过着重 说这个所谓天理 朱子固然说理 他们那一派 但是这个陆王 他们都是说量知即天理 都是说这个天理的问题 总之觉得宋明理学 太过着重说天理 而天理是天上面的理 这样也不是人间的事情 人未必一定实践到的天理 觉得宋明理学 忽略了人的情欲的地位 即是说清代的学者 反对宋明理学所说的 唯心论的本体论 觉得他们太过着重 说人的内心的理想主义 常常要说这种理善气候 或者良知即天理 一方面是说天理 人去不了的 另外一方面 还说本心、心性、良知 这些很内在的 着重内心的一种理想主义 清代学者就是觉得 宋明理学家太过着重说这些 所以他们觉得 我们不要说天理那么远的 又不要只是说内心心性的问题 我们要去到具体的事情 事物里面 所以清代学者他们的主张是 理在器中、理在事中 我们要找这个理 不是在内心那里 闪着门打坐地去找的 而是在事情里面 在器里面 即是在具体的事物里面 具体的活动里面 我们去找到一个理 理其实就是事物的条理 理其实就是说一些事物的条理 这样说明清代学者也认为 情里面也有理 所以我们要说一些情 人的情欲 这个都要说 不可以只是说天理 这个 这样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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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都要在这个情里面 去说的 这个 这样 清代学者就否认这个 自然上面的当然 这个 即是他们不承认在自然上面 有一个当然 即是所谓这个 器上之理 这个 这个 即是没有一个 不是先讲这个理 而是我们在自然物里面 或者具体事物里面 去找一个理出来 而不是先找一个理 这个 他们也否认这个 所谓 器先之道 器先之道 即是 离先气候 那些这样的说法 或者否认这个 这个 这个 有一个 用先之体 总之呢 他们就否认 一早已经有一个 这个 形上的理 或者形上的道 形上的体 存在 他们不讲这些 这个 要先 讲 一些实际的事情 实际的事物先 所以 由那里去讲这个理 讲这个道 这样 好一点 这样的说法 所以 他们就反对 如有物然 得于天 而具于心 这样 这种 由上而下 那种主宰式的天理 他们就反对 这种 其实 传统的 瑜伽都有些 这样的说法 这个 有些东西 是由天 那里来的 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们反对 这种由上而下的 主宰式 讲天理的说法 不喜欢 这种 先讲一种 在上面 存在的 一种天理 所以 清代学者 他们的主张 其实很接近 所谓 现象主义 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 他们的说法 这个 即是不主张 讲一些 形相的 说法 这个 由这个角度 来讲 清代学者 看来 能够去除 宋明理学 里面的 形相学的困难 而且 令到这个哲学 更加接近 常识 更加失用 因为这个 宋明理学 讲到后来 就是很多 形相学的问题 形相学的问题 亦都有自己的困难存在 这个 即是如果我们 如果 如果 生代学者 反对这些 这样的说法 相对地 就是能够 避免了 宋明理学所出现的 形相学的困难 令到 这些 哲学 能够更加 接近常识 接近实用 因为我们 是真的 他们主张在实际里面 去应用 去实践 一定是能够实用 能够实践 才行的 这个 就变成 以你 某个人的意见 作为天理 或者 以你 所说的 你作为你 你的就是天理 跟你的天理 就可以杀人 以你杀人 出现这些 流弊 但是 清代学者 反对这些 天理 说法 的时候 不着重 说天理 基本上 可以避免了 宋明理学 没流 这些流弊 所以 这是清代学术 他们的 优点 可以避免了 宋明理学的流弊 避免了 形相学的困难 不讲这种主在式的天理 这是优点 这是要承认的 但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从整体的文化精神来看的时候 由宋明理学的理想主义 去到清代的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 其实是一种精神的下降 即是如果我们这个 即是他清代学术 对峙这个 宋明理学的流弊 这个当然是有他的优点 这点要认 我们刚才刚刚讲完 就是这点我们要认 但是 如果从整个文化精神的发展来说 这个 宋明理学是一种理想主义 去到清代变成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 由理想主义变成一种实用主义 这种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下降 从这个文化精神的发展来说 整体地来说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精神的下降 这个 诸子 这种理先气候的说法 陆王 这种 误心即宇宙 这个 量知即天理 这个 量知就是造化精灵 这些这样的说法 这些这样的学说 当然我们很难接受 也很难明白 这个 不太知道说什么 就这样说 无心即宇宙 无端端无心 怎会即宇宙 这样说 就很难说得明白 也很难接受 就这样说 可能是错的 但是 如果我们从这个文化精神 整体的发展来说 如果那个时代的人 崇尚 这些理想主义的超越理想 他们崇尚一些超越理想 在说一些理想性的东西 这些理想性的东西 当然是一些超越的东西 理想当然不只是买一层楼 找一份工 是超越的东西 这种崇尚理想 崇尚超越理想的理想主义 虽然这种说法 这些是比较接近违心论的说法 但是正正崇尚理想 追求超越的理想 这种是表示一种向上的 自强不息的精神 就是从这个文化精神来说 就这样说这些 无心即宇宙 良知即天理 这些有难命 有难接受 有机会错 但是整体地 说他这种方向 其实因为他所代表的是 追求一种超越的理想 所以是一种向上的 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种向上的自强不息精神 很重要 这个在西方自由里面 黑格尔、斐希特 这些自弱家 这些自弱家 都认为 这个违心论的理想主义 是个盛世 当时黑格尔、斐希特 他们当红的时期 康德、斐希特 这些德国的自弱家 他们讲违心论的理想主义 由这个理想作为主导 这个理在哪里 我们人的气 气就是我们具体的人的生命 就会跟着这个理去哪里 这种这样的说法 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所谓理先气候 理先气候 就是理想行先 我们人的气 我们的生命力跟着 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理想 那我们的生命力跟着去 这个叫理先气候 人是一种真正自信自重 自信自觉的时候 一定会尊重精神的重要性 尊重心的重要性 而不会加以贬益 一个人他真正的能够自觉的时候 其实他会很尊重人的精神 或者说心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我们发现 我们现在很少讲人的精神 精神向上这些问题 讲理想性 或者讲心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少 我们的教育现在不是很讲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人的自信自觉 做自尊自重就减少了 这个 以前中国人很着重说这个 所以这个 如果人能够真正做到自尊自重自觉自信 我们一定会尊重所谓精神 我们觉得精神很重要 觉得心很重要 而不会贬益这些 讲精神的理想 或者讲心的 讲心性的理想 这个 所以如果我们人的精神是向上的话 或者我们人的精神是有种自尊自觉 自信自重的时候 其实就算我们听到这些 所谓无心即宇宙 良知即天理 这些讲法 我们当时可能都不明白 到底他讲什么 不过 因为我们这个精神是向上的时候 我们都会落于去听 其实这些自学家主张的这种理想 究竟讲什么呢 而不会很随意地加以毁谤 认为这些太主观了 监主观 虚无缪缪也不知道讲什么 这样 这样就 以为他们这些 只是一些主观的讲法 轻视他 所以 如果我们有一种这样向上的精神 就算 听到一些这样的理想的讲法 我们都 不会走去轻视他 有种这样的精神 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精神 来去鼓舞 去涂野一个民族的精神 这样 就一定可以令到这个民族的人 能够尊重人 能够重视人 在宇宙里面的地位 尊重人的意义 尊重人的价值 所以 这个 理想主义的讲法 宋明里何是一种理想主义 这些理想主义的讲法 一定会强调这个理想的重要 心的重要 这个 如果我们由心里面的理想 来提起人的精神 然后 就可以建立这个 人的民族文化生命 这种 就叫做 由你生气 即是说 我们先讲 我们心里面的理想 这个 我们心里面有个理想 我们用这种理想 来到去提起人的精神 我们将人的精神 提升起上来 这样就能够建立到 我们的民族文化生命 这个讲法 在宋明里何来说 叫做由你生气 由理想生出一种生命力的气 但是这种意思 宋明里何这种理想主义的意思 在清代的学者来说 他们是不了解的 他们不了解的 宋明里何来说 这个 李玉之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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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就重视这个 理性 理或者性 而 展示这个情 这个 这个 觉得这个 即是以前宋明里学家也是 的了 讲这个天理人欲 那个 讨论的时候 就重视天理 就展示这个人欲 这个 讲天理人欲 还是讲这个人性 但是就 轻视讲这个人情 这个是宋明里学家的毛病 这个 宋明里学家这种这样的判分 可以说是流于盐黑 后来出现他的流弊 这个 就是 还讲天理 这个 轻视这个人情 人欲 那些问题 这个 出现流弊 那 出现这个流弊 就是令到人 以为人的意见就是天理 变成以理杀人 这个 因为你只在一边说天理 很多时候 就变成 将这些 某人 某一个人 自己的意见 就变成天理 这样就出现问题了 变成以理杀人 这个 你说的就是理 你那个是理 杀人都行 所以这个 这个 近代的国学大师 张泰盐 就认为这个大东元 之所以尽量攻击宋明里学 就是他觉得因为清代的君主 以理杀人 这个 就是张泰盐 是这样看的 这个 这个 清末文初的学者 张泰盐 出名 他就是认为这个 这个大镇 这个 为什么一味 这个要攻击宋明里学 就是因为这个大镇 他看到这个清代的君主 很喜欢以理杀人 清代的君主 他们说的就是理 这样就可以以理杀人 这个 结果 所以这个 这个大镇 就很反对这种以理杀人的说法 宋明里学就是讲天理 这个 还讲天理 不讲人情 这样 所以他 看到这样的情况 亦都不喜欢这个宋明里学 所以亦都全力攻击这个宋明里学 所以这个 清代的学者 这个 清代的学者 眼理学派 和这个大镇招巡他们 都喜欢讲这个利用后生 讲这个 前谷兵 讲一些实际的制度 或者这个民生的问题 他们就是讲一些具体的事情 事物 他们认为这些具体的情欲 如果做得对的话 就是你了 情欲恰当的就是你 在情欲恰当的地方 我们就见到什么叫做你 这样就可以令到人在这个生活的情里面 生活的人情里面 上下左右之间 能够互相关怀体贴 和目相处 相生相让 在这个凝聚社会之道 即是他们觉得 这个 我们不要再讲那么多 去无飘渺那么远的天理 我们讲回人的情 讲人的情 如果我们的情 这个是生活里面的情 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其实做得恰当 本身就是一种你 所以 这种情做得好 就能够人人互相关怀 和目相处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 很和谐的社会 很和平的社会 所以 他们着重 讲人的情欲 不是讲那么多天理 不如讲多些人的情欲更好 当然 他们强调人的情欲的时候 流弊就是 他们将情欲放在第一 这个学者 方东树的 看学相对里面 他就是反对大东元 反对大东元这种 把情欲放在第一的说法 这个 其实是有他的理由 由根本上讲 如果讲情 讲得好的 一定会合乎你 讲你讲得好 也一定会合乎情 其实这个 如果他的情是恰当 那当然就是你的 你表现得好 也可以在情上表现 也都可以的 没有说不行的 这个 所以这个清代学者 这个大振 朝秦他们所讲的那些道理 从积极的意义来看 可以说是和宋明理学家是一致的 因为他们虽然 他们着重说的是情 但其实情 讲得好 是见到理 这个他们都是这样主张的 但是如果从理上讲 说你讲得好 也会说情 所以这个 我们从客观的积极意义来看 其实他们的主张 和宋明理学其实可以一致 不过当然他们就打着旗号 就是反对 但是从理上讲 其实可以是一致 不一定是反对 因为这个 我们讲人的情的时候 可以其实是既讲情 又讲你 情跟你 即是偏重那个 讲法有点不同 你偏重情讲的时候 偏重你讲 这个 讲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偏重在个体 和个体相交之際 那个时候 那个情来说 即是说是人和人 人和物 那个互相感通的时候 那个叫情 讲你 就是在一个普遍的涵盖原则 那里来说 讲你很多时候 就会超出个体 就讲一种普遍性 即是 其实讲你 就是讲一种普遍性 讲情 就是讲一个 很具体的人和人的一种感通 但是其实 两种讲法 都是讲同一件事 问题 其实都是讲同一件事 个体和个体 互相感通 同时 亦都可以超出个体的 你 的一种表达 这个 即是个体和个体之间 互相感通的 是情 没有问题 具体的情 但由这种情 我们亦都可以见到一个超出个体的你 一个共同的你 所以这个既是情又是你 即情见性 即情见性 即情见你又行 这个是愚家的一种共同的义理 这个 这个 那讲这个普遍的你 其实 普遍的你 要表现 其实是不能够离开人的人 的人论日用 这个你的表现 不可以离开人的平常日用的生活 这个 但是如果 我们只是强调这个你 是在这个个体和个体的情 那个关系上 来说 即是我们说这个你 正在这个个体和个体的情 那里来说 说情 互相感通 就是你了 这个你 只是在个体关系 那里来说的时候 就缺少了这个你的超越个体 去到这个普遍层次的讲法 即是说 如果 好像清代智学家 着重这个情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 情中见你是对的 但问题是 他们将这个你 是限制了 只在情里面说 只是在这个个体和个体的关系 那个情的关系里面 来说的时候 就说不到一种超越个体 去到普遍层次 就变成了 令到这个情 只是限制在这个个体里面 被束缚了 而不能够超出这个个体 而不能够去到一个 一个高远的 一个普遍的层次 变成了这个情 不能够通古今上下 所以大振朝巡他们所说的那些情欲 总是只可以限制在这个 现实的社会生活里面 而说不到这个个人的一种 向上奋法之情 说不到一种人 不安于流逐 要求超越之情 说不到一种对历史民族文化之情 说不到一种对宇宙人生之情 因为这种 这种宇宙人生 民族文化这种 不安于流逐 向上奋法之情 全部都是超越个人 要求超越个人个体的情 这个 所以现在这里要讲的 这个所谓宇宙人生之情 就是要将这个个人之情 由这个你的层面 推广出去充实个人之情 推到极限 这样就可以到达这个所谓的 即情见性的境界 即情见性可以分开当下 和这个推广出去的一种不同的境界 当下的即情见性 即是其中一面 另外还可以推广出去 而见到这个所谓的即情见性 这样就变成了 这个讲成绩理 这些是比较学术性的 这些就不讲那么多 但是清代的大振招巡 他们只讲当下的即情见性 就是缺少了一点 与宋明理学家比 精神上始终差了一截 这个就是清代学者的问题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继续跟大家讲一下 清代学者的精神 很多谢大家